大家好呀 祝小伙伴们中秋节快乐 狂吃不胖 你要吃月饼吗 五人馅的 看到了吗 五人月饼龟都不吃 看过片头和标题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了 本期小讲堂我们要聊的是剃刀摄像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在摄像龟专题中 我简单介绍了小巧玲珑 又七型怪状的摄像龟属 其中有两个小家伙造型最为突出 一个是平背摄像龟 扁的就离谱 这个逆天的造型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地理环境 方便自己卡石头缝 这种特化的构造也限制了自身的分布范围 平背摄像龟几乎只分布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北部水域 而另一个奇葩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角 剃刀摄像龟也叫刀背摄像龟 因其高高隆起的背甲 既像刀刃又像房子的拱顶 所以又得名屋顶摄像龟 剃刀隶属于洞胸龟颗摄像龟属 整体呈现棕黄色 皮肤上分布着黑色的斑点 背脊高耸突出 幼龟尤其明显 随着年龄的增长 背甲趋于平缓 但背脊上的拱顶还在 剃刀广泛分布于美国南方的沿海平原 包括墨西哥湾以北的阿拉巴马州 阿肯色州 密西西比州 俄克拉河马州 德克萨斯州等地区 习性上与其他摄像龟属成员类似 高度水期 有一定的冷水习性 对温度的适应能力强 可以冬眠 热衷底气生活 喜欢在水底的淤泥中挖掘甲窍类动物为食 偶尔捕食鱼虾 饿得狠了也会吃一些水草浆果等素食 体型小 晒背需求也不高 适合家庭室内饲养 不过有条件的话 剃刀也不介意美美的晒晒太阳 事实上剃刀是很喜欢阳光的 可矛盾的是剃刀高度水期 性格相对又比较胆小 一旦离开水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所以野外的剃刀 晒背也不敢完全离开水面 要么隔着水晒 要么只露出背脊晒 一旦有风吹草动 立马窜进深水区 所以我们在饲养剃刀时 可以设置一个刚没过背甲的潜水区 供剃刀晒背 个人感觉剃刀高耸的背甲 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特殊的晒背方式 同时在潜水区不小心翻盖 也更容易借力正回去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有懂的小伙伴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大家互相学习 本期小讲堂我们先介绍剃刀的生物属性 至于剃刀作为弹规的宠物特点 咱们在下期小讲堂继续分解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波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